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这个病理学家可以提出一些新的东西 旧的还没搞清楚新的东西有所 为什么呢 就是人家现在面对他的认识越来越近 确实分业非常不长 但是总的说来呢 有两个大大院长现在还是非常清楚的 一个是合计精 合计精神病 那么合计精神病呢 这个呢 随便搬过一种 基本上它的重金呢 基本上它就是 它的本质跟这个非合计 是有很大的一样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 非合计精神病发流 这个分成两种 这两个都叫病发流 但是呢 这两个本质上都很大一样 那么现在我们中华里发流 分成这个两大位 那么 那么 每年发病呢 就是 嗯 那么现在你把这个发病 也是走牛的头起位 那么中国现在没有自己处理 那基本上在国外 基本上是在第五到第七之间 那 确实这个每年新发病率 我的感觉呢 虽然 虽然没有这个微信病院的调查 但是我才觉得这个确实 这个发病率是越来越高 然后 嗯 确实 那么 淋巴流这个分类呢 就是 我们刚才讲 根据它的一个解剖 解剖部位啊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非合计精神病 和非合计精神病发流 那这两个呢 有非常大的问题啊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非合计精神病呢 现在是 是早期少数的种牛 被认为是可以治愈的 所以可以 还是可以治得好 治愈的种牛 那么 它呢 对这个 这个 这一核体精神病的分类呢 基本上认为 病理上面 不那么重要 当然 诊断也就是非常精标准 不那么重要 那么 它的 它的这个 分布的部位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给一个淋巴流诊断 然后呀 它是几期 比如说 一个淋巴结 那就是一期 那如果是不是在 纵油的同一侧 是吧 这个淋巴结有 美金两 两个以上的淋巴结群 然后呢 淋巴性分布 或者是在纵油的 两侧都有 或者虎椎这种 拼出这种淋巴结果 多有 根据这个 那么对 所以 非核基金四零八螺 对 非核基金四零八螺 实际上 跟大家讲 就是 它几期几期呢 当然也重要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它就不像 核基金四零八螺 因为核基金四零八螺 举个例子说 这个病 如果是一个核基金 假如这个病 现在是一个明亮大病 你医生病 跟他说 没问题 你哪里就是 虎椎那边有 但是如果是 你会希望白水冰呢 知道吧 就是这个 这个所以是病理 非常重要 这个病理 非常重要 结果部位呢 我们也有 像一个分析 大家就看到 书上 我看了一点特别 我们有一个 NARB NARB的这种 这种 这种分析 就是 就是NARB 这个呢 主要用于核基金四病 但是对核基金四零八螺 或者是 它叫参照之行 我们也给它这个标准 但是 病的类型 它的性 要更重要一些 那 086的分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殊 因为 我们对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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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现象 有把握的确实能不能 那 1906年 是除病 就是我们的病理学家 告诉你 分属能力感 细胞大 细胞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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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分析呢 有什么问题呢 这些分析呢 确实 大概一个整段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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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它对治疗的指导 确实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它 反应这个 确实没有接触 这事物的本质 所以呢 它对这些 那么随后呢 就是在 我 指出的 这种基础分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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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 科尔分析 那么 这种分析呢 就叫做免疫学生计 就是我开始 注意这个整个基胞 它是什么 起源的 到底是T基胞的 马牛 是B基胞的马牛 还是OK 还是什么样 那么 这个比原来 单纯的形态的 还有近乎 那确实 确实 还是有很大的近乎 那么 最后呢 到现在 2001年的 2001年的 世界会社组织 到现在2009年 又出现新的 1400分的标准 那么 这些标准 我们包括了哪些信息呢 等一下 要告诉大家 我们包括了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这个 病人疾病的 这个病床的表现 包括发病的部位 比如说 这个尼巴尼长 在小腿上 就叫这个 腿型尼巴尼 腿型的尼巴尼 为什么叫腿型呢 因为它表现自己的性 不一样 这个发生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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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人 确实有 这个 免疫学的分子 遗传学方面的一些 一些 一些新的 一些新的 一些 所以 就是说 比如说 我在 参加了 武汉市 去年 参加了 有一个 病名在我们的省医院 做了 治疗 这个病人 是一个 13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 但是呢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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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以后呢 这个病人 非常感谢 就是非常感谢 所以这效果很好 治疗蛋 过了半年以后呢 这个病人就复发了 这个病人复发了 然后呢 这个病人呢 去查资料 最后 就 反过来 去告这个医生 去告这个 告这个 这个 这个医生 他告的理由 是什么呢 说 这个儿童 他当时诊断的是 T0母细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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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医生给他用 治疗领域的方法 是什么 就是医 Purple方法 就是 talkingается 就是医 Purple方法 就是 brings this color 铁空室 切唇 Sproul breve 然后推 smoking 淋巴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 查了资料 资料上是这样讲的 就是对这些淋巴的白血病激凌末来讲 这个病人必须要用 用白血病 激性淋巴血病的方式去治疗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激性疗防止脑膜 这病做了没有 这病什么都没有做 那么我们这个医生 当然我们这些同行 会保护我们的同行 我们会给他找出很多理由 但是从本质上 这个事情确实错了 为什么错呢 我们的医生就没有这个概念 这个淋巴流 它每一种淋巴流 都是一个独立的体力 它有一个特别 现在我们的病床 还住着一位老人 这个老人的诊断是什么 叫套细胞淋巴流 Mental cell等说 上面有 就是套细胞淋巴流 找到没有 套细胞淋巴流是什么 套细胞淋巴流是一个小分细胞淋巴流 这个淋巴流呢 大家去看看这个标准 在上面说非常清楚 就是在英文圆满 就是这个chop 这个treatment条 就是用chop是不够的 那么这个病人 也要用一个叫 这个Aigthic Neuphoblastic Neukemia 这个mite或者是 Similar 这个chemic surgery 就是要用这个 极敏类似的治疗 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就是提醒 这个病人 提醒我们这个医生 就是巧克力 并不是放置伺海 这就是标准 我们可以这个病人诊断 这个病人比如说 这个套细胞淋巴流 你就千万不要跟病人说 我给你打了六个腰神 打八个腰神就好了 那就错了 这个病人要用白血病房 最少 比如说像我们的病人 年纪很大 哪一个医生 应该怎么跟他谈呢 chop是不够的 最起码 你要加一个大众抗体 对你这个老年人 综合你这个老年人的课解 更不具体的课解 所以我们强调自己的课解 我们还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位病人 那你是这样一月之后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就是这个病人 我们医生给他打八个腰神 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学生 打八个腰神 告诉他半年复杀 这病人不到三个月就变成白血病 为什么 这病人就是一个零抹 零抹性 T零巴抹性胞 那大家还问 这个T零巴抹性胞白血病 那它究竟我也好好治 它究竟它悦了我怎样 60%是可以治愈的 就可以如果你用这种强力的方法去治愈 60%这个病人就可以治愈 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医生认识问题的部分 导致的是治愈的治愈 并不是做治愈的治愈 所以我们大家要顺利的观念 就是没有零巴抹性胞白血病 那么 新的卫生组织的 这个 零巴抹的分析 分类 大家每次 我到学生的时候 我也有印象 就是 觉得这零巴抹性胞白血病 这也分类 那也分类 那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多分类 也搞清楚 反正就是 就是觉得这个分类特别多 那么 分类的原因就是 它包括了 零巴抹的病因 比如说MPAT MPAT 里面就有 EB病毒感染的因素 提供了这样的信息 它强调 零巴抹和零巴白血病 是同一个性 它性质上面讲 它是同一个性质 但是在不同的阶段 是吧 不同的阶段 因此 你去查一下 它有个零巴抹的白血病期 它也听不懂 是吧 疾病的本质是一样 都是零巴抹性的 那么 细胞的来源 因此呢 我们首先 我们 我们现在呢 我觉得我们 国内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 因为现在 对外的教育 确实多了 我觉得我们 现在中博的 这个医学 现在最缺乏什么呢 我就是缺乏 那种 巡政 和科学的精神 这种 巡政和科学精神 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 然后我治疗 这样子 我自己的经验 要去治疗 它没有不符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现在缺乏的 是这个 但是呢 现在这一个 比如说 巡政医学 发展得比较好的 这些 这些单位和国家 就是说 这个每个病人来了以后 首先 你治疗医务 治疗方法 跟它治疗的方法 大家整个办法 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它的内涵 非常清楚 就是这个病 要一加二加三加四 等于多少 就是 是要多一多 因为中国现在 很多方法 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只好 大概差不多 你说的这个 弥漫大病 跟我说的 弥漫大病 也许不是一回事 因为你缺很多信息 是吧 所以我们诊断 一个磷发瘤 是完整的信息 大家所看到的 书上看到 这么多分类的方法 实际上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如何去界定 一个磷发瘤的概念 这个概念 是需要通过 这么多方式的定义 好 大家看那个分类标准 基本上 我们把磷发瘤 大致的区分的话 分成 T细胞磷发瘤 B细胞磷发瘤 和这个NK肿瘤 NK肿瘤 刚才我们给大家 已经解释过 来 江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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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细胞肿瘤 B细胞肿瘤 包括2000 B细胞肿瘤 B细胞肿瘤 按照分类 基本上 包括了 三到四大类 首先第一大名 是磷曼大病 磷曼大病 大概在走着 磷曼大病 细胞瘤 大家找到没有 磷曼大病 磷曼大病 西方 大家如果 平时讲磷巴流 讲的最多的就是磷曼大病 磷曼大病 磷曼大病 这个治疗呢 现在跟以前相比的话 这个被认为是一个 治愈病治 就是说 胆肿瘤到70%的人 经过治疗 给它效果 不错的 这个是磷曼大病 那么磷曼大病 可想起来 就是一个磷曼大病 大细胞 这是磷曼大病 第二大类呢 我们叫 小B细胞瘤 磷曼大病 小B细胞 磷曼大病 舵磷曼大病 小B细胞 小B细胞 这个包括哪些呢 包括小B细胞磷曼大病 慢性磷曼大病 白血病 包括了磷曼大病 磷曼大病 磷曼大病 包括了这个 这个B细胞磷曼大病 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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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类 那么这一类的 这个疾病的特点 这一类磷曼大病 这个特点呢 就是 它是一个小B细胞 就是 这个细胞股变得比较小 细胞别小 细胞别小 那么 它呢 进展呢 比较慢一点 它这个进展就会了 比如说 你今天 我们 上个星期 我们有些零八流病 是两年前来治疗的 它呢 在一摸摸脖子上面 现在全是零八流 在一座CD呢 这个虎枪后 也都是零八流 然后 我们怎么聪明呢 我这床很紧张 我说 你先出院吧 我们等 等其他的 让其他的更需要的同志们 来来做 来揭露 治疗 可以等一等 这个 所以我们的治疗车里 是wake and sick 对吧 就是 这个病的进展 它很慢 只要它不影响你 其他的这个部位 我们可以等一等 看一下 那么这一部分的病呢 现在随着我们 现在治疗方法的改进呢 现在 认为以前是叫 incurable disease 就是不可治愈的经验 但是现在认为是 potentially curable 就是 可能 那么 怎么样可能可以治疗呢 我现在有很多新的药 那种抗体啊 造型肝体外移植啊 反正在我的病人当中 就有像这种多疑 我们不是用微态的视野 我们要狠狠的治疗 效果也不错 到最后 现在也很多点过去 增并自己基本上 无病生存 有很多点 这个 这个是第二点 那么看到这种疾病呢 医生呢 可能这种紧张程度 可能就会小一些 就是 这个 相对的药 还是 还是 会有 好 先吧 那这是第二 第三类呢 这个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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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类呢 叫 我们刚才讲的 黏膜相关性的零发流 也叫默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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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黏膜相关性零发流 包括哪些呢 包括比如说 在甲肠腺上面 它可能会有 胃黏膜上 它可能会有 皮肤上 它可能会有 到处 这类的零发流 可能会有 这类的零发流 这次基本上是第三类 你叫 联膜相关性 就 MOT MOT 而且MOT的资料呢 它还是很有技巧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在胃里面中胃已经发现 一个零发流 你们 你们觉得 那个病理会怎么报复 我们在胃里面 发现 一个零发流 你们觉得 我们的病理会怎么报复 好 病不是在胃里面发现 都是黏膜相关性 首先我们纠正大家 所以 提醒大家 这类的概念 那么 百分之八九十 还是黏膜发病 但是百分之一二十 才是黏膜相关 所以 跟到这种事情 大家要注意 为什么 我们要这么小心呢 好 因为 如果是胃黏膜相关 这类的零发流 你去做放痒 它是 incurable disease 你可以治好 你可以根治 对不对 如果你按照化疗 那就是一个公席子 这病理到最后可以发 知道吧 这个就是区别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做 清楚区别 所以 这是第三类 第四类呢 就是刚才我们刚才讲 那个区别的 就是 就是 套性暴定发流 这个套性暴定发流 是 非常高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 它的展示器 断了以后 接到了一个很强的 启动物质上面 然后下流 是一个什么基因呢 下流 下流 是一个saclin D1 saclin D1 saclin D1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saclin D1是什么 saclin D1 所以我们那个病人 70周期的病人呢 他觉得 我这里面就小多了 他说你做五三 一做五三 我们做的流 是67%的 这个淋巴流 尽量的流 是不是 这个就 就 这一类的 这个淋巴流 和性度非常高 平均生成期 大概就三到五年 三到五年 所以这个呢 是比较分的 因此 以后 大家 我们的老师 大家 到临床实习的时候 我们老师 临床实习的时候 大家马上要想到 四个概念 必须到临床实习的 四个概念 四种 最常见的 临床大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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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总的说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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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比较 比较 效果 还是 现在的 这较方案啦 这种 这种效果 还是跟一些相比呢 还是不错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在西方 西方 现在在西方 百分之八十五 都是 低西方 所以 所以呢 国外的 巡政医学呢 或者是寻找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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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呢 就变得更加积极 所以呢 这一型的方法呢 有很多 成绩的方法 也发明了很多的 药物 很多药物 所以 因此呢 我们医生呢 在这方面呢 就是有很多的 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 该 比如说 这边的资料 但是 天西方的八十五 情况就糟糕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西方 这个病呢 相对上 这是一样的作用 所以 当我们在国际会上 我们这个 这个 我们亚洲学者 或者我们这个 中国学者要问别人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这个 国外的学者 就会反问你 这个问题 应该问你们 亚洲人 因为这是你们高法 比如说 30% 你们都没有 一处理出来 所以 所以 T西方的八十五 T西方的八十五 我下来 名字也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T西方的八十五 但是有四种是常见的 有四种 我把四种T西方的八十五 我把四种T西方的八十五 大概是年顺分率 这个月份顺分率 全是不同一个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治疗的方法是用来源 这个来源是什么呢 来源是一般现在都不是CD4 是它这个整合系统的来源 所以现在我们的治疗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CHOP方案 再加上对CD4起作用的一些药物 这些药物是什么呢 就是反应瓶 反应瓶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 它就是抗血管 所以 抗血管 所以它认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用黄包素A 对 这个 这个黄包素A为什么呢 它是对低细胞体 所以它也会起作用 然后呢 在国外 现在 就用CHOP方案 再加CD5上 你三根抗体 三根抗体 它也会起作用 但是总的说来 血管免瓶 现在你用CHOP方案 用单重CHOP方案的资料 它的生存去举行 这种抗体的技术 也是这样的 在 在 在 十二个月中 六十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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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五年生存去 大概就是还没有二十成 就十个人 自了这个五年以后 只剩下两个 五年三个 那这个效果相当的差 那么 大部分的人 就用这个 这个 这个 用产力重挖 用这个 这个 用这些药物去治疗 有的人 就用CHOP方案 去治疗 但是呢 最后观察的结果 是什么呢 观察结果就是说 你虽然用这个CHOP方案 去治疗 可能这个病毒 总和会消除了一些 但是 总体生存率 是没有改变的 也就是说 你实际上 智不智 它都活得一样长 这个是 所以 这个情况 是我们现在非常 困难的 这个病毒 血化病毒的细胞性 0.8.5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 外周T-C-C-V-0.8.5 外周T-C-C-V-0.8.5 这个病 非特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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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是这个PT-C-C-L 那PT-C-L呢 PT-C-L也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不论是 你用CHOP方化疗 还是你用把它做移植 浮发力是非常高的 浮发 它是浮发 是非常高的 这个浮发的机制呢 这个浮发的机制呢 我们也是最近 最近我们在一个在国外 我们最近我们这个研究所 刚刚在国外一个非常好的杂志 发一个文章 就是发现一个特殊的一个 一个名义逃避的规律 我们这篇文章是 应该是全部学业里面 最高的文章 大概有十五年几吧 所以就是一个特殊的规律 因为它这个名义逃避它很厉害 非常容易逃避 所以现在的治疗 无论你有什么方法 所以现在提出了一句口号 叫寻找T细胞中间的阿强 就是我们证明来 从现有这个方法里面 我找到一个单空谈 这个单空谈可以加强我的顺略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面与一个非常大的课程 第三类就是 T细胞中间的难得的好小戏 就是渐变大细胞性 这个T渐变大细胞性 T细胞的大细胞性 LK CD上是瘍性 LK是瘍性 那这样的病人呢 实际上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 这样的病人 LK 渐变大细胞 T细胞零八流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B细胞零八流中间的瘍胞大病 我们医院里面 我们有些我们的同事们 有些同事就得到这个病 现在已经 或者现在已经到工作坂里面 去继续工作了 那就是它就是属于这些地方 为什么呢 它不是医生高明 是因为它的这个组织类型 它这个组织类型比较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生存率在这个时候 有反正六十个人 而且呢 它的生存局限 它都是 它没有这么 组织的下来 它基本上是一块直线 基本上就是这个病人 我认为现在是效率比较好 这个是间变 继续工作均匀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 我跟大家讲 零八抹细胞的发流 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是T细胞 有百分之二十的是B细胞 它的本质呢 都是跟这个白血病是一回事 跟白血病是一回事 B细胞细胞的T细胞 那么这样的病人治疗呢 百分之六十是可以治愈的 它是怎么治呢 就是用白血病的方法去治 用白血病的方法去处理 去白血病的方法去治疗 至少八个疗症以后 这个病人并不是停止了 至少八个疗症以后 有百分之七十的病人 在接下来两年内会发 所以这种病人一定要维持治疗 所以要一定要定性去最终 一定要维持治疗 那这个是最终的问题 因此T细胞的磁磁磁 大家也有礼拜 我们B细胞磁磁磁磁 四个 T细胞磁磁磁磁 也是四个 也是四个 好